对于一位身负最后一趟任务 重责大人的货船飞行员 雅各·李来说 这次再平常也不过的 从欧罗巴到卡丽士托殖民地的往返运送 将成为他一辈子永生难忘的噩梦 当卡丽士托的飞航管制官允许卡龙号离开时 另一位飞行员迈克斯侦射到货舱出现异常 雅各于斯洞生前往查看 结果发现货船被开了一个洞 并发现两名持枪的外盗者在船上 虽然雅各急尽所能的阻止他们 但货船仍然因为爆炸而坠毁在卡丽士托殖民地上 雅各幸运生还 但麦克斯却头部重创死亡 黑铁监狱的安全人员前来救出雅各 也抓到了这次的肇事者中村达尼 他也是袭击欧罗巴殖民地的始作俑者 是政府最想抓的头号恐怖分子 然而 前来营救的法里斯三位却接收到额外指示 奉命逮捕雅各 尽管雅各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法里斯却根本不甩他的辩解 告诉他你已经变成囚犯了 同时也要雅各明白 在这座最高安全级别的黑铁监狱 尚未本人的话就是圣旨 尚未本人就是无法违逆的存在 他控制整个王国 雅各被押上座椅 被冷血的马勒医生强制在后警安装核心装置 失去意识的他被送到牢房 在梦里雅各梦见了死去的麦克斯 雅各从梦中惊醒 一切风云变色 黑铁监狱陷入一片混乱 暴动 火光四起 系统瘫痪 虽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雅各抓准机会逃跑 途中遇到了被困在牢房里的伊莱雅斯 伊莱雅斯说自己待在这座监狱里够久了 对这地方的运作辽若指掌 因此可以带雅各逃离黑铁监狱 但前提是他得先去控制室打开他的牢房 雅各接过力气 在亲手杀掉两名想要杀死他的混混后 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眼前这个有人的外形 行为却不像正常人的怪物 竟然靠蛮力徒手摘下人的脑袋 雅各干掉怪物后打开了伊莱雅斯的牢房 伊莱雅斯指示雅各去搭电梯 前往上方的警戒塔 两人在那边集合 雅各别无选择 只能杀出一条血路 抵达电梯后 电梯却自动往下而飞往上 带雅各来到了禁闭室 虽然雅各被迫绕路 但好在能找到了正确的电梯 来到了医护室 穿过医护室则可以抵达武器库 在那里就能拿起装备武装自己 雅各悄悄绕过维护秩序的维安机器人 爬上通风管道 从没剩下多少装备的武器库拿起电击棒 总算来到了警戒塔 然而法里斯上尉却发现了雅各 并使用重力抑制投射器控制住雅各的行动 雅各集中生智打开充满怪物的门 让他们抓住上尉 最后一头怪物与上尉叠出窗外 同归于尽 雅各与依赖雅斯终于会合后 他递给雅各一把枪 告诉他有需要时可以使用3D炼印战来升级武器 依赖雅斯告诉雅各如果要离开这里 那得弄来一艘船 而要办到这件事的前提要件便是找出能害尽系统的骇客 这样才能从太空轨道叫来飞船 懒人证明骇客被关在最高安全级别区域里 要进入该区域可谓困难重重 因此依赖雅斯待在安全区 透过摄影机画面与控制门的权限 只是雅各一条前进的路 雅各各下装在御警后警的直路物 借此打开锁住的门 他在医护室捡起重力抑制投射器 装备在右手手臂上 以此来控制所有想要杀死自己的怪物 增强战力 在穿过被吊起来的人类尸体区域后 雅各应搓洋叉来到了地下储藏室 他必须重启电力 才能搭乘另一台电梯 往上来到最高安全级别区域 历经千辛万苦 总算打开关押骇客牢房的门后 意外发现此人竟然是达尼 由于两人有过节 达尼反将雅各关在牢房里 并拒绝依赖亚斯提出的合作方案 打算试着靠自己找条生路 此时 安全系统启动紧急封锁程序 使得雅各无法逃离牢房 依赖亚斯要雅各前往废弃物处理区 穿过该区域好前往生态穹顶区 才能从设置在该区域的车站 搭乘电梯前往停机棚 但废弃物处理区位于监狱底下 且过程中无法使用无线电通讯 这代表雅各必须孤军奋战 独自面对那些怪物 然而如果他想活着离开这里 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顺着阶梯层层往下 捕住鼻子忍受恶臭 杀掉会隐身的怪物 浸泡在污水激流中 雅各穿过层层阻碍 终于来到了位于生态穹顶区的车站 并与伊赖亚斯再度会合 伊赖亚斯要雅各穿好装备 因为他们得穿过外头的暴风雪 才能搭到电车 伊赖亚斯也在这时候 向雅各坦白自身了过去 而代价则是让他被关进黑帝监狱 他告诉雅各 你无法逃离你做过的选择 就在此刻 行为诡异的法里斯意外出现 将两人扔出气闸 雅各顶着狂风 追踪伊赖亚斯的预险性标 而当他总算找到伊赖亚斯时 对方却因为面罩破损导致严重的失温 临死前 伊赖亚斯衷心感谢雅各 能带他逃离黑帝监狱 然后变杀手人寰 虽然相处的时间短暂 但雅各也因痛失朋友感到悲伤 达尼这时候开着雪车前来 持枪对准雅各 用刀子割下伊赖亚斯的后颈核心装置 因为他需要这里头的一切知识 才能逃出这里 雅各希望能搭便车 但达尼根本不信任眼前这名男人 他只好冒着生命危险 徒步前往击库 雅各遇见达尼 两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达成共识 必须合作才能逃出这里 达尼将散弹枪交给雅各 当作信任的证明 随后雅各便前往电力控制中心 与达尼一同开启伸锁的大门 他们乘着雪车前往击库 行驶的过程中 达尼忽然转弯 来到了坠毁的卡龙号货船 雅各告诉达尼自己并没有运送非法物资 但达尼则必须眼见为凭 而确实雅各的货船并没有藏匿任何违禁品 正当两人在争执之际 雅各见到了死去的麦克斯 吓得他倒退散步 依赖雅斯所言为假 安装在后警的核心装置确实会捞乱人的思路 让人看到幻觉 达尼告诉雅各 外盗者正在寻找UJC制作的生化武器 而根据情报指出雅各的货船藏有此种武器 但看来是达尼误会雅各了 两人搭乘电梯前往顶楼的机库 看着能载离他们的飞船缓缓降落 终于能放下忐忑不安的心 然而这时 科尔典狱长的全息影像忽然出现 称在两名姓孙德竟然能坚持这么久 但也不能让两人破坏典狱长的计划 于是启动炮塔设下飞船 机库分崩离析 大难不死的两人跌落深渊来到地底 达尼意外发现 他们来到了最初涉于墓卫寺的首个殖民地 阿卡斯 阿卡斯殖民地在75年前 因为一场瘟疫而意外关闭 后来黑铁监狱盖于旧殖民地之上 达尼说他们可以先搭乘电梯前往转运站 再从那里走回黑铁监狱 然而雅各不同意这个方案 因为他们好不容易逃离了黑铁监狱 为何又要折磨自己再回去 达尼认为他们必须找出真相 何况眼下没有更好的方法 只有返回一途 另寻逃出升天的出路 往下的路上 因为结构不稳导致两人被迫分散 雅各在倒掉的过程中 意外发现这次的大崩塌唤醒了 75年前休眠于此的怪物 这种怪物只能靠声音来辨认猎物的位置 雅各静悄悄地绕过他们 并警告达尼不要发出太大的动静 随后启动旧殖民地的电力 搭乘工程电车来到了阿卡斯殖民地的中心 见到达尼后 达尼忽然情绪失控扑向雅各 南南自语说很抱歉 等到达尼恢复意识 他才向雅各威威道来 达尼透过后警的核心装置 与死去之人连结生前记忆 以此来彻底成为对方 透过对方的视角来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75年前疫情爆发 幸存者逼不得已只能往地下矿坑逃 但最终仍然难逃一死 达尼深刻体会到幸存者的绝望 过程中 两人突然发现不属于此地的科学站 进入科学站意外发现原来这一切的货源 来自从未见过的外星生命体 UJC派人回收外星生物 并找到成千上万的外星幼虫 这种幼虫会使人发狂 暴力 失去理智 然而他们发现零号测试者在遭到幼虫感染后 竟然更长寿 更强壮 更能忍受极端条件 这也使得UJC认为此种前所未有的进化 将是人类的下一个里程碑 尽管零号测试者被杀 但UJC在回收尸体后也得以研究与利用 并在阿卡斯殖民地之上建造了黑铁监狱 那些脱离社会的犯人们 就是最好的实验体 这时 被感染的法里斯忽然出现 想要杀死雅各 无论怎么攻击 也无法伤到法里斯一根寒毛 千军一法之际 达尼前来救援 但不幸遭到感染 全身上下的血管呈现黑色 即将转化成怪物 达尼不愿变成怪物 本想要拿枪自我了断 但雅各极力劝阻达尼放下枪 说只要抵达典狱长所在的指挥塔 或许有解药可以救他 所以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 两人回到黑铁监狱 却被维安机器人逮个正着 雅各再次被丢入大牢 达尼下落不明 正当雅各心灰意冷时 马勒医生透过无线电呼叫雅各 告诉他达尼在监狱的实验室接受治疗 而且可以帮助他进入典狱长室 虽然雅各打虫心底厌恶马勒医生 但现在也只有这个方法 于是拿好装备起身处罚 路途中 雅各注意到经过的区域是拿犯人来做非法人体实验的场所 而且多数受撤者肯定没有好下场 UJC持续观察外星幼虫对人体的影响 并且不断改良 能做这种大规模实验 幕后策划者的身份肯定不简单 马勒医生将达尼的记录依装给雅各 让他得以亲身体验达尼在欧罗巴发生的事 此次UJC的恶意散播病毒 害死了达尼的妹妹 这也让他发誓要让幕后主持者付出代价 马勒医生告诉雅各 典狱长之所以要在黑铁监狱散布病毒 目的是创造出当初的零号测试者 而他也得偿所愿 得到了精英体Alpha 也就是法里斯 马勒医生将注射器交给雅各 要他从法里斯的身体里抽取血液样本 以此来合成解药 这样就能治好达尼 来到了科尔典狱长所在的房间 雅各终于知道科尔与其背后的神秘组织 为何要这么做 科尔认为宇宙是如此之大 然而人类是这么的弱小 无法在严苛的环境下生存 这一切的实验并非为了追求人类的死亡 而是创造新生 创造能在宇宙各个角落 艰难完全适应的终极生物体 即使是要牺牲整个监狱 科尔也在所不惜 雅各理所当然不同意他的疯狂想法 最终也不得不与变成怪物 却热在其中的法里斯一战 尽管变异后的法里斯很强大 但雅各仍然运用智慧与手中的武器 干掉了最终魔王 并顺利抽出血液取得血药 贪得无厌的科尔要求雅各调出手中的解药 这样神秘组织才能继续研究他们的伟大计划 并告诉他哪里有逃生舱可以逃离这里 但雅各没有听从科尔的指示 将解药注入达尼的身体里救了他 科尔一怒之下启动了黑铁监狱的自毁程序 两人赶紧跑向逃生舱的位置 但他们发现只有一个逃生舱 这代表只能让一个人安全离开这里 雅各将生的机会留给达尼 因为他其实知道自己在运送的是危禁品 而且麦克斯的死 依赖雅斯的死 这一切疯狂的实验 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最终 雅各仍然无法逃离曾经做过的选择 我可以继续迫 在这个地方 我会继续迫 不要这样 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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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transfer complete that transfer worked both ways he learn more about me and i learned more about him in the chaos of the moment i didn't realize he had also given me the evidence i was looking for all along and sacrificed his life so that i could expose the truth was he trying to make up for the pain he caused or just chasing some kind of redemption either way i hope he found some peace jacob there might be a way out after all the action for temporary savings activated but i'm going to need your hel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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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ed your help